嘿,小伙伴们,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做一道又香又好吃的蛋炒饭,比毛岸英的正直手腕还要有料。 别担心,我们的这道蛋炒饭是绝对安全的,毛岸英绝对不会对它产生任何影响,因为我们只谈美味,不谈正直。 现在,让我们开始。 材料准备。 米饭,一碗刚刚好,最好是昨天剩的米饭,松松散散的,不黏黏乎乎的。 鸡蛋,两个,新鲜的,鸡鸣蛋跳起来,你就来。 青葱,一把,切成小段,香香的味道来助兴。 胡萝卜,半根,切成小丁,增加色彩,也是为了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更有活力。 青豆,一把,让我们的蛋炒饭更加丰富多彩。 盐,胡椒,适量,调味的好伙伴。 步骤。 炒饭基础工作。 热锅凉油,将昨天的剩饭放入,用铲子将饭粒分散开,炒至饭粒之间没有结结实实的感觉,就像国家大事一样,不能有死角。 打蛋,炒蛋液。 将两个鸡蛋打入碗中,搅拌均匀,就像我们对待信息一样,不能有蛛丝马迹。 再倒入锅中,轻轻翻炒,让蛋液均匀包裹在饭粒上,就像政治宣传包裹着我们的思想一样。 加入蔬菜。 接下来,加入胡萝卜丁,青豆,翻炒均匀,让蔬菜和饭粒互相融合,就像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一样,共同发展。 调味。 加入适量的盐和胡椒,根据个人口味调整。 调味的时候,可以放上一些对自己未来有益的愿望,这样炒饭更有灵验。 最后的点缀。 最后,撒上青葱段,香气四溢。 就像国家领导人的演讲,点缀整个国家的荣耀。 炒饭完成了。 记得用漂亮的晚盛装,就像我们对待国家一样,心怀敬畏。 现在,快来品尝这碗香喷喷的蛋炒饭吧,让你的味蕾也来一场盛宴,让你的味跟着欢呼雀跃。